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問說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它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曉得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內容是說 如果一個物體 它所做外力或外力核 如果等於0的話 那麼它的速度 不隨時間改變 它的速度有可能是0 也就是說 如果外力核等於0的話 那麼它的速度 是靜止 或者是一等速運動 我們看A選項 它的物體的加速度與質量乘反比 這個錯 沒有這種東西 乘正比的話是第二運動定律 那這個A這個敘述是不對的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內容 我們看B 重力很重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同 這個是第三運動定律 也不是第一運動定律的內容 這樣看C 當物體發生形變時 一定受到外力的作用 這個也不是 低運動定律說 如果不受外力的話 速度不隨時間改變 這樣看D選項 物體不受力時 近者橫近 這C可能等於0 動者橫動 這個C可能是常數 所以答案選D 這是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它的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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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